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图灯达尔吉上师 我们敬礼坛成三宝 敬礼今天父母的祖尊 多闻天 真巴拉 光财神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心臟感恩 动告 藝在 讲师 ある爸爸 愛吃這個人 愛做哦 知能 Neromucho Sukoi Ijiba Kimoji Jumi Yapi Konichiwa 那現在通知大家 下個禮拜天 5月5號 5月了 我今年差不多要過了一半 下午3點PM 是瑤慈君 父母法會 這個我記得 瑤慈君母做父母 祖尊做父母 多久沒做了 多久沒做了 大家還記得嗎 時間 四個半夜 四個半夜 阿彌陀佛 表示金母 這個本尊的 護摩法會 已經四個半夜沒有做了 是嗎 當初的時候啊 是我講錯一句話 隔那麼久才做瑤慈君母 因為 因為 采雷的 主持 還有 他們來問我 瑤慈君母 父母 是不是每一個夜 我們都要做一次 我的回答是說 不用每一個夜 不用每一個夜 不必每一個夜 這一句話呢 瑤慈君母就 父母 就隔了四個夜 我的意思是說 不用每一個夜 隔個夜 但是隔個夜 我沒有講 結果一拖 就四個夜 四個半夜 哇 這是 生活中是瑤慈君母 所創辦 沒有瑤慈君母 就沒有盧聖燕 就沒有盧師尊 沒有瑤慈君母 沒有瑤慈君母 也沒有大家 沒有瑤慈君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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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會到美國來 所以我沒有瑤慈君母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現在在哪裡 所以一切的根源來自於瑤慈君母 它是我的第一個根本本尊 它是我的第一個根本本尊 所以我講一個月 不用每一個月都做瑤慈君母的父母 但是你隔夜也要啊 怎麼一拖拖那四個半夜 我心理上 覺得 非常難受 這個受 難受 就受下去了受 但是還是沒有受 但是還是沒有受 可是我不對 我這樣子講話 不用每個月做瑤慈君母 但是隔夜也要啊 但是隔夜沒有講啊 但是隔夜沒有講啊 所以這個 這個有點 有點失禮 自己心裡見證說 有點失禮 它是我 我是 這一生當中 最大的 最大的本尊 最大的護法 最大的根本 最大的 不能四個半夜 才做一次父母 好 那下個禮拜 終於 要做父母了 千夫萬犯死出來 現在 終於才出現 千夫萬犯 終於才出現 希望大家都做主席 我們今天做 皇財神 大家都昨天 禮拜天已經講了 每一個人都是 就是 財色明十歲 五種欲望 它排第一 就是財 但今天主席的人 也是寥寥 寥寥 就是 好像沒希望 做財神 做財神 下語是最好 謝謝 主席的人不是很多 主席的人不是很多 大概是大家認為 沒希望 哈哈哈 告訴大家 還是有希望 總要有一個 那天 我自己也覺得沒希望 正在難過的時候 不知道是誰 不知道是誰 送來一個 紅包 送來一個紅包 給我 是 香港 香港的美山 大家知道香港的美山嗎 知道 香港的美山 它本人沒有來 是拜託人來的 那個人在這裡嗎 是 楊師姐 還是你帶他 拿紅包來的 是嗎 香港的美山 他拿 就拜託楊師姐 拿一個紅包給我 說 他中獎 但是再補一句 中小獎 中小獎 也給師尊 也給師尊拿一個紅包來 很多人中獎 都說沒中獎 不然中了獎 就說中小獎 很少有人直接說我中大獎 也不是說 大部分中獎 都說小獎 小獎 一點點 當 這個大家 講說中小獎沒有關係 如果你確實 如果你確實中大獎 下一次再補一個大同胞 不過確實有人中獎 不是沒有 有希望的 今天做珍巴拉 大家都有希望的 不要泄氣 怎麼租起了那麼少 美三是在 在來美國的時候買 買樂透彩 他中小獎是嗎 他是在美國 買了樂透彩 中小獎 所以我們在美國還是有希望 我也不知道 我們有很多中小獎的人 他們講說 有中獎 小獎 小獎做什麼 買房子啊 小獎買房子耶 那大獎買什麼 有啊 有人 只是中小獎 我不敢講是誰 他買房子啊 你講話 很奇妙的喔 這個禮拜幾天前呢 這個清晨的時候 師尊出來講話 那我就給師尊一堆鈔票 他就拿了五塊錢就好 他就把五塊錢貼去 然後其他鈔票他沒有收 但是師尊講了一句話 師尊說 我有中獎的號碼 那我就拉著耳朵一直想接 是不是師尊要告訴我 結果呢 師尊沒有告訴我 所以我就相信這一次 這個黃財神應該有人被中獎 因為不是我 我沒有聽到號碼 但是師尊說 我有中獎的號碼 哇 原來我也是爆名牌的 好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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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師尊就是黃財神 然後呢 很多的那個空行在那邊慶祝 好像在做Party 有酒 有美酒 然後有很多金銀珠寶 他們每一個人都有啃金銀珠寶出來 我不知道這個會送給誰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吉祥 要通報大家 好 謝謝 謝謝 很多的金銀珠寶 很多 所以這一次祖起的都有希望 這次祖起的都有希望 以後有財神的附魔 財神的法會 大家要特別留意 尤其今天 你看那雨下的那麼大 在點附魔火的時候 那聲音好響 特別的 雨下的很大 就財榜如雨柱 像下雨一樣的下來 都有的 都有的 其實都有 真的我們 中獎了很多 其實中大獎的 我們知道中大獎 台灣威樂財 那個威力財 台灣威力財 三十億 三十億台幣 三十億台幣 是我們 生活中的地質中 美國的樂透 中第一大獎 頭獎 也是我們中國的 也是我們中國中的地質中 有兩個 那個 年齡知道的 就是我們那個 第一個種 額頭財的 就是蓮花手麥 蓮花手麥 他是中第一 第一大樂財的 還有一個中 一億六千萬美金的 一億六千萬美金的 有兩個 中第一大樂財的 據我所知道 有兩個 另外還有一個第三個 不可以講出他的名字 還有第四個 第三個第四個都買房子 那在台灣 我們也知道的 中了兩億的 好幾個 三十億的 有好多個 然後在東南亞 也有無數 也有很多人 以前曾經都講過了 所以不要氣餒 像這次房財神的父母 報名的 就像 就報名的 其實我認為 我認為我今天 這個擠這個報名表加持 這個築起跟功德築 很輕鬆就擠起來了 你們看我很輕鬆就擠起來了 那個就是築起的很少 我這擠不起來了 那就是築起的很多 可以看得出來的 今天很輕鬆就擠起來了 不要氣餒啊 真的 再來就輪到你啊 其實中獎是這樣子啦 是偏財 可是我們中和中 我講中和中是中獎中 不可能沒有人中獎的 你們看那個 香港那個美山師姐 她是在美國買樂透的 拜託那個楊師姐 拿紅包給世尊 她講中的是小獎 以後 以後你如果中大獎的時候 不要講 偷偷給世尊 然後世尊會講 香港某某 中大獎 因為她講小獎 我就講小獎 小獎沒什麼 不過千禮送河毛 這是紅毛是吧 千禮送 紅毛 禮輕易重啊 禮輕易重 禮是很少 它意義很深重 讓我今天有材料可以講 我們真的有人中獎 講一下話吧 媽媽跟小明講 小明 你已經長那麼大了 還要媽媽抱 你修修臉啊 小明講 隔壁的那個漂亮的阿姨 比我年紀更大 還不是給爸爸抱 哈哈哈哈 想到這個 你看嘛 我去大渡山 半夜去看風水 去進京 用漂亮的小姐跟著我們走 那天晚上啊 那天晚上啊 是烏雲蓋日啊 陰風殘殘 草木啊 那個風吹的聲音啊 耍耍 那位小姐 漂亮的小姐 臉色蒼白 馬上扑過去 那張黃明啊 一手就把他抱過來 抱得好緊喔 我看啊 這個諸葛地 大渡山 裡面三個誰去的 三個都去了 去大渡山 混場 半夜去進京 嗯 那走的 路很小 在墓堆上走 那小姐 住彰化吧 她要跟我們說 漂亮的小姐說要跟我們去 她說要去看我們 半夜到分場進京 她很好奇 沒想到她嚇成這個樣子 被張黃明占了便宜 到現在我還是很遺憾 那天晚上連個星星都沒有了 哇 很恐怖 晚上進京蠻多的喔 晚上去幫人家進京看 好的時辰 剛好在深夜 我們就深夜就出發了 我就帶弟子去看風水 所以很多弟子就協會風水 張黃明也寫了很多 有 鄭義訊也寫了不少 有好幾個 阿布拉 游吟獸 游吟獸也寫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現在台中 台中還有誰會看風水 那是廖義訊 廖義訊 他幫我提過 提過我的那個 幫我提皮包的啦 廖義訊幫我提皮包 游吟獸也幫我提過皮包 很多人都幫我提過 晚上看著天上的星星 就隨便洗個院 從小到大 沒交過女朋友 真希望有個女人 可以說愛我 沒想到真的靈怨啊 在我生日的那一天 奶奶打電話來電話說 乖孫啊 阿嬤好愛你喔 哈哈 有個男人去問神 酒跟你人 必須放棄其中的一樣 我應該如何選擇 神簡單地回答 要看年份 酒跟你人 酒跟你人 要到底要放棄哪一個 那個神回答 要看年份 哎 哎 這個字讀做什麼啊 又是好奇怪的字啊 我很少用過這個字 我用過的字我都會讀 沒有用過的字我不會讀 你看年齡你來看一下 這個字怎麼讀 你也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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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應該有人 這個字啊 這個字 瑞士的瑞 瑞啊 瑞士的瑞 我想也是 對啦 新加坡的蓮花 明瑞 新加坡的蓮花明瑞 問的 顶礼尊敬的師父 我 恳求師尊 常住世間 常轉法輪 弟子想請教師尊 一 弟子為何歸一修行快四十年 能夠感受到 師尊和諸佛菩薩的 現實中的關懷跟庇佑 但從未有 切切看見師尊 換身 或者夢過師尊 弟子有多次夢到師尊 也知道在做夢 但夢中溝通的結果 感覺是似神作祟 比如問的問題回答 跟師尊的教導插很眼 或者行為樣貌 多變怪異 這是否需要特定的因緣 心盡清明 或是行者需要達到 某種條件才行 他問的 就是說 他有多次夢到師尊 但是 沒有得到這個 跟師尊溝通的結果 不如意其 不如他想像的這樣子 他問的需要什麼條件 才能夠清楚地看到 可能就是看到師尊的法身 或者是溝通非常清楚 第二個問題 師尊對弟子說 想要師尊換身教導佛法 要上師相應 但是上師相應 這一步 弟子修了三十幾年 還沒有成 人生也沒有幾個三十年 請問應該如何下手 才能比較容易上師相應 何而能讓師尊的法身 來教導佛法 哇 這個問題跟 跟這個問題是有關聯 跟最近這個法身 他問 他希望法身能夠教導佛法 希望法身能夠指示 他的現實的生活 我們這裡 也知道師尊法身的人很多 有看過師尊的法身 而且師尊常常 跟他教導的也很多 像昨天晚上那個 那個 那儒加納 哈薩克 哈薩克的儒加納 哈薩克的儒加納 他舉手在哪裡 哇 在那邊 他 他就是法身有教導他 OK Shit down 另外還有誰 法身有教導過的 或者夢中有教導的 很多啦 很多啦 現在都不願意站起來 是很多 因為 我告訴你啊 寫信來說 法身教導他的 差不多有一百多個 一百 寫信來給我 說法身有教導他的 有一百多個 看過法身的不計其數 單單楊師姐的 爸爸媽媽 你站起來 你站起來 楊師姐 你看 你看到 不是你看到 是你媽媽看到的是嗎 她在醫院看到的 是我從牆壁裡面走出來了 對不對 喔 是你講說 師尊從牆壁走出來的嗎 是嗎 是媽媽跟你講的 對 在醫院裡面喔 好 請坐 那個 臨終碑的那個 後人在不在這裡 欸 不是後人 臨終碑還在 臨終碑的小孩 他又不在了對不對 他在照顧他的爸爸 現在還是在照顧他的爸爸 那 臨終碑是這樣子講的 然後 師尊 我去了 臨終碑 臨終碑是 令長 我們很早就 他很早就皈依的 就是 李姓朱 李姓朱這個 的先生 李姓朱上司的先生 那麼他是在醫院裡面 看到師尊 就也是24小時跟在 坐在他的旁邊 跟他講話的 跟他一直在談話 一直講話 兩個人可以對話 而且就坐在旁邊 所以那個 紀隆就問 這個 問他爸爸 你看到的師尊 是你夢中看到的呢 他說不是啊 他就坐在我床邊啊 就是這樣子對話的 紀隆說 是不是可以寫 寫字條證明 兩個人對話 兩個人的對話 是不是可以寫字條 他要寫字條證明 因為他 沒辦法來參加 因為他都是要照顧他的 現在的爸爸 這樣子 他的 他也是看到 而且那個法身是實在 為什麼呢 我親自 去問候 我的真身 親自去看 這個 臨終碑的時候 臨終碑跟我 謝謝說 謝謝 你天天陪我 我說我哪有天天陪你 我嚇了一跳 我嚇了一跳 我當初的時候也嚇了一跳 他 躺在車上跟我講 謝謝你天天陪我 我心裡想一定是法身去做 所以你看 這是真實的事情 那蓮花名罪呢 他已經修行四十年了 在現實中關懷庇護 但是他也有夢到幾次十尊 但是是做夢的 他認為是 誓神作祟 告訴你 要看到法身 這是 好像我們上回傳的天眼通一樣 看到了 真實間 真實看到了 是什麼狀況呢 我告訴大家 意念親近 就可以看得到 重點 第一個重點 你的意念一定要親近 我們沒有辦法再講更多 你意念 如果你親近的 那可是真實件 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你也可以在鏡子裡面看到自己 那鏡子很乾淨 你可以看到另外你的自己 鏡子有一個條件 一定是很清楚很明白 如果你鏡子模糊了 你看不到你自己 你的意念就像鏡子一樣的 那樣子的親近 你就可以引現出來 我學測量 常常看天上的星星 那個叫做天星觀測 我們稱為夜焉星觀測 那個儀器 我們學校有一個天文台 是把水銀放在底下 水銀啊 水銀 很乾淨的水銀 就是狗 水銀 一片很大的水銀 然後水銀 反射到天上的星星 天上的星星呢 會經過幾條線 在星星出現 然後在水銀上面顯現出來 然後它會一直走 因為水銀 是在那個觀測儀裡面 我們用的是水銀 然後看到星星在走 那你看 那你看 圍靈格子 時間 那個時間表 翻上了那個 那一顆星叫什麼星 是幾等星 一等星 二等星 三等星 四等星 五等星 那個星星有一個名字 幾點幾分 會進到這個尾度來 而且從哪一個尾度出去 全部都是記載好好的 都有記錄的 你學過天文測量的人就知道 要用格林為字的時間幾點幾分 有哪一顆星會經過這個尾度 那一顆星叫什麼名字 是幾等星 它的亮度多大 夜大的亮度一等星 最小的亮度四等星 那上面有幾根線 它會通過這裡 然後經過哪裡 我們都尾度 我們以前的觀測 用那個 很高的那個天文台的那一種 像天空的望眼鏡這樣子 看下來 那個水銀 重點是在那個水銀 水銀必須要很乾淨的 它能夠引現出來 要看到法神最重要的一點 你的意親近 你意念親近沒有 沒有 你如果一天到晚想 想想想錢 怎麼會看到師尊 或者你意念根本就是 雜念非常的多的 怎麼可以看到法神 一定是意念親近的 不然就是因言記住的 你有因言 你有因言 看到法神 你跟師尊 會很有言的 像是師尊過去式的 在過去的跟師尊很有言的人 轉世在這個世界上的很多 他可以看到師尊 他可以看到師尊 因言記住 看到的 有時候便不代表他的 意念親近 他也可以看得到 你真正要看到的 就是你意念非常親近 上次相應法也是一樣 你口親近 持咒 口親近 觀想 意念親近 你身親近 口親近 意親近 就可以有相應 這三個親近 最重要的是 意念親近 意念不親近 而且又沒有因言記住 那過去式跟師尊有關的 師尊過去式跟你在一起過 師尊過去式 你也是師尊的弟子 像現在你是師尊的弟子 再轉一個式 你以後你要看到師尊的法身 就容易了 那叫做因言記住 有因有言 因言一記住 你就看見了 不然就是你要修行到意念親近 你才能夠看得到 重點是在意念親近 也就是說你心的明近 你心裡面的那個明近 我舉一個例子就是講 天文觀測 你那個水影是非常親近的 它能夠照到天上的星星 它能夠映現在水影上面 所以意念親近是很重要的 看到法身的很多 那都是 大部分都是前世的有言人 前世的有言人 可以看到法身 不然就是你意念親近 你上世相應了 你就可以看得到 像世尊看到佛菩薩 一樣的 我們每一次在做法會 我們法會的人才這麼多而已 其實每一次法會 天上有多少 有人看得到 這五色光影就看得到 七色光影也看得到 他們都可以講得出來 而且是真實看到 而且是真實看到 也可以對話 看到姚思金母 看到這個皇財神 真巴拉 更高的 看到第四天 看到的社界天 甚至於 甚至於 看到了 基斯拉 尾斯奴 你可不只是看到 空行母 仙女 都可以看得到的 看到阿彌陀佛 看到阿彌陀佛 兩天前 看到阿彌陀佛 跟觀世音菩薩 跟大師之菩薩 西方三聖 現前 我看得很清楚 我看得很清楚 非常的清楚 連他穿的衣服的花紋 我都看得清楚 不是模糊影像 連身上所穿的花紋 我都看得很清楚 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 他的洋汁净水 這樣子灑過來 你都那個水滴到你的身上 你都有感覺的 真的 水滴到你身上都有感覺的 那才清楚呢 觀世音菩薩 站在那裡 拿著洋汁净水 一撒 我這邊就淋到水 都有感覺的 你們當中有很多人 感覺到這個滑溜 進到你的身體 你身體就氣變化 有的花熱 有的時候花燙 有的時候覺得那個很清涼 都有感覺的 有的時候氣充滿了你的前身 都有感覺的 重點 在你的意念清淨 我在念 那個阿彌陀佛的咒音的時候 我也是 念得很 很輕鬆 每天天 我也是 我也是 找到 來 你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是念得很轻 而且意念就是在佛 它就显现出来 我念连华诚大师 念华诚大师就让我看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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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就是一 他应该如何下手 就是跟你讲的 意念清净 如同明镜 一点诚然都不可以 你就成了 哇 已经五点多了 还没有讲唯摩洁经 念一念吧 儿时会中有菩萨 明 朴现色身 问唯摩几眼 即是啊 父母妻子亲见 见属立民知事 戏事事为是谁 奴婢同谱 向马车胜 借何所在 仪式为摩洁 以祭达叶 这一段 看起来虽然很简单 其实这位 普现色身菩萨 普现色身菩萨 这个名字就很特别 普现色身菩萨 问唯摩洁 问唯摩洁 打击事 父母妻子亲见 见属立民知事 细为是谁 奴婢同谱 向马车胜 借何所在 仪式为摩洁 以祭达叶 这一段 我告诉你 也就是说 所有的佛菩萨 佛法 如果以人间来象征的话 谁是谁 如何拿这个 父母妻子亲见 见属立民知事 奴婢同谱 向马车胜 来比喻佛法 如何比喻佛法 这意思是这样子 我讲的 是卢士尊讲的 如果按照一般来解释 不是这样子解释 很多人解释这一段 解释得迷迷糊糊 我是认为 普现色生菩萨 问的是 如果以佛法 来象征父母妻子 亲戚 见属立民知事 细为是 用佛法来比喻 怎么比喻呢 奴婢同谱 向马车胜 借何所在 其实如何比喻呢 用佛法当中 他们是什么角色 维摩杰大士呢 就用记来回答他 什么叫普现色生 这个菩萨 没有人知道 有人知道 普现色生吗 大士知不知道 普现色生菩萨 谁知道普现色生 普现色生 又是什么意思 大士要讲 谢谢师尊 承询 其实是 因为看大神妙法莲华金 妙人菩萨 往来品 第二十四品 在领旧山 佛陀在说法华金的时候 除了多宝佛来 同场之外 妙人菩萨说 很远的很远的 也不来了 那么 文殊势力菩萨 还有在场的菩萨 就问说 他怎么能够这样 他修的是 献一切色生的 修到这样的一个境界 能够做到这个境界 当然 第二十五品的 观世音菩萨也有 所以他能够用三十二个色生 你是宅观 你是比丘比丘离 你是谁要 观世音菩萨来度你的话 他就能够献这个色生 让你觉得 比较放心 让他来救度你 那么这是菩萨修行的境界 所以我想 普现色生菩萨 也就是一样能够 修到这样的一个境界 就是说 让被他度的人 觉得很comfortable 觉得 不会拒绝被他度话 那我想这是一个 菩萨修行的境界 这是第一次的看法 谢谢 好 谢谢你 人家大使很快的 他呢就能够讲出来 普现色生 我告诉你 如此尊就是普现色生 让很多人看到 就是普现色生 你修到某一个境界的时候 你可以变化出百千万亿 你的身 让所有的众生 都能够 听到法 看到你 观世音菩萨 的硬化生 千百亿化生 就是千百亿化生 阿弥陀佛 南无三十六万亿 一十一万九千五百 同名同号 阿弥陀佛 地藏王菩萨 在道立天 释迦牟尼佛讲 地藏经的时候 他所有的分生 集会品 所有的分生 全部回来 千千万万的 地藏王菩萨 会集一生 集合起来 变成一个地藏菩萨 分开就是千百亿万生 的地藏菩萨 这个就是 普现色生 这个也都是属于 不可思议菩萨 所以我讲说 有谁知道 普现色生 菩萨 你如果能够变化成为千百亿化生 你就是普现色生 你能够分生出去 你就是普现色生 不然你就是一个 在卢生院而已 说法就是这些人听 不过现在也好 有这个录影 能够让大家都知道 然后网路 也算是普现 全部都出现 你要查什么 马上就有 现在的科技 也显现了普现色生 现在科技也是一样 将来的AI 你可以复制你自己 很多的 很多人 那就是普现色生 AI 也可以变成普现色生 很多的卢圣宴出来 你看那个 那很厉害的 写西游记的 吴承恩 吴承恩 他也很厉害 孙悟空 他只要这边 拔一个他的猴毛 吹口气 变成几千个孙悟空出来 打了半天 打不到他 打死了好多的孙悟空 还打不到他 结果他孙悟空 他根本真身没有出现 打的都是假的 打死的都是一只猫 这普现色生 这不是 只有这个科技发明才有普现色生 连吴承恩写 吴承恩写西游记的时候 他就懂得AI了 对不对 你看 写西游记的时候 那孙悟空 你看 把一根毛 变成千千万万个孙悟空出来 那就是AI 你看到现在 人类中疑 文明 发明的AI 可以变成你 变成好多个 无数无数的 中疑发明 人家 吴承恩是哪一个朝代的人 西游记 明朝 我们中国明朝 就已经发明AI了 谁发明的 吴承恩 写西游记的吴承恩 已经写出来了 他早就能够变化 他都懂得 一个变一百个 一百个变一千个 一千个变一万个 一万个变 无数无数的 几亿几亿的孙悟空 那就是AI的思想 那就是AI的思想 师尊 你不只会变这个千百亿化身 师尊才会教人家分身 师尊才会教人家分身 因为有一天 师尊就把神到我旁边来 很大做 很高兴地在我旁边 说我要教你分身 所以师尊会教人 我身上没有毛 毛都八卦 头发了 没有 顶你师尊 师尊 师尊 我在这 我是想印证一下师尊 因为师尊刚刚讲 AI要是真的发生 确实是这样 因为最近很多天灾 特别是那个水灾 然后前几天 我一直都在修法 昨天比较严重的是 师尊的发生 牺牲了好多 一起救 那个水淹水淹了 淹了快要死掉 所以我已经快要死了 可是师尊 他就是说 我就一定要救多 然后姚慈经母 就一直在鼓励师尊 然后教师尊说 你不要这样子了 因为有些是天命 不能为 然后又变化为 阿弥陀佛 只能化光 但是师尊的发生 是吸尊了好几些 因为要去救 这个天灾的 那个水灾的众生 是有这样子 是真的发生 不断地在生长 是有的 是真的 但是真实的 现代式的AI 好 谢谢你 你看见的 他看见 修法的时候 然后就有这样 师尊 摇齿经母下降 然后师尊的发生 然后一直在修法 然后在持咒 然后就让我知道 然后被淹死的感觉 很痛苦 然后师尊也哭 摇齿经母也哭 然后变成阿弥陀佛出现 放光加持 但是发生 吸尊了好多 在救灾 好 谢谢 这个叫做普现摄身 我告诉你 一般在讲这个经典的时候 就是一下子讲 普现摄身 菩萨问维摩解 他没有讲普现摄身 是什么意思 师尊特别讲出来 什么叫做普现摄身 跟大家说 大家要了解 就是法身啊 讲一句话 就是法身 普现摄身 他法身可以千变万化 显现在 在整个撒佛世界 救度众生的 就是普现摄身 普现摄身 普现摄身 很简单 是很简单没错 但是世人 不一定念过就算 没有深入地去了解 这四个字 普现摄身 没有深入地去了解 我们解释这一段是说 这个菩萨呢 问维摩解 如果在现实世界的父母 妻子 亲戚 还有一切见属 立民之士 都是谁呢 奴婢 同谱 向马 车 圣 借何所在 维摩解 就以记来回答 很简单的 可以跟大家讲 这只是一个象征 在佛法上来讲 以这个现实世界的关系 来解释佛法 来比喻 做一个比喻 父亲是什么 母亲是什么 妻子是什么 这个见属是什么 善知识是什么 这个象是什么 马是什么 奴婢是什么 这个在印度 哇 太复杂 印度有四个阶级 大家知道的 印度有四个阶级 波罗门 沙迪利 另外两个呢 知道吗 废设 废设 废设是伤 奴隶还是伤人 伤人 奴隶叫什么 守陀罗 守陀罗 会设 这个沙迪利 跟波罗门 波罗门是修行人 沙迪利 是贵族 另外 这个 会设 是 商人 守陀罗是奴隶 在印度有四个这样子的阶级 互相不来往 有来往也不能 不可以 不可以结分的 他们城市非常那个 目前来讲 不知道有没有 我还不太清楚 以前在古时候的印度 是四个阶级非常分明的 波罗门只跟波罗门来往 沙迪利跟沙迪利来往 联婚 结婚啊 或者这样 奴隶不可能嫁给 沙迪利也不可能嫁给波罗门 那是最低下的 那商人是台地山 商人 就是修行人 是波罗门 沙迪利是贵族 房工贵族 那个 北色是商人 然后守陀罗是奴隶 这是印度的是阶级的 阶级分 所以他会问这个问题 跟这个也是有关系 大概是有点关系吧 他怎么样子分别这些 跟活法 要怎么样子 如何比喻这些人 这样 这个小明问小狗 怎么样才能像你这么开心呢 小狗讲 忘忘忘 没错 这个很好 我认为 学佛 这个忘 太好 这虽然是一个笑话 世上 环绕我们的 就是不能忘 你一定要忘掉 这个忘不是连忘的忘 是忘掉 忘掉 那过去的你身上的那些垃圾 全部倒掉 忘掉 进空 这样子你才能够 普现色身 你才能够 像刚才那个弟子所问的 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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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本尊 看到你自己的上司 要忘掉 也就是把你身上 所有的垃圾 全部清除 干净 变成一个明亮的自己 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太多的垃圾 太多的乌后 太多的烦恼 人家讲你一句话 你就想了老半天 几天都没办法睡 忘掉 你就可以睡 你不忘掉 你就睡不着 什么都要忘掉 不好的 通通都忘掉 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都是垃圾箱 每一个人身体都是垃圾箱 堆的是什么 好的你不捡起来 留起来 全部堆的都是垃圾 你恨哪一个人 厌哪一个人 都是在折磨自己 记住哦 那都是在折磨自己 害的是谁 害的是你自己啊 所以我们学博的人 不能有厌 不能有恨 你产生了恨 你就在折磨自己了 开始在折磨自己 你有厌 你在折磨自己 全部要忘掉 这个笑话非常好 忘掉一切 你忘掉一切 全部进空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 普现色神 而且呢 你自己本身也可以看到自己的上师 本尊跟所有的护法 然后就在折磨自己 然后我再折磨自己 我再折磨自己 我再折磨自己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